大家好 我是Calvin 繼上一集開始做這個儲錢生涯之後 今集快要說一下買入人生第一隻股票 如果想跳班直接買美股的話 可以按右上角的連結 在我的IB收息系列 如果不是的話 就買港股做第一隻股票 買股票可以經銀行或證券行買 銀行的好處就是方便 用回平時用的銀行 買股票就不用另外過錢過去 但不好處就是佣金貴 新手或資金少的話就不建議用了 證券行的話我自己有用過一通 一通就出名便宜 買賣佣金都是5元 但全程就要網上自己做 客服的support就很少 其他證券行如果大家有用過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可保用 你覺得可保用 例如支付或要財等類的證券行 比較多分行 開戶或有什麼事都可以去分行問 佣金貴過一通少少 大概最低40至50元 另外留意一項收費就是代收股息費 當你收到股息的時候 證券行或銀行會有一個手續費 我試過N年前股票還在匯豐的時候 收到的股息是20元 但匯豐就收我30元的代收股息費 即是說我還要虧給他 另外匯豐還會有全倉費 即是有股票在一個倉 就會收每個月30元 在這裏有一個Excel 就是列出某幾間銀行 證券行的收費可以參考一下 以及政府和港交所會收的費用等等 至於如何開戶 就可以去到相關的證券行網站 當已經開了戶口 買哪隻股票好呢 我先介紹兩個免費網站去看股價和資料 其他就是Yahoo Finance 又或者AAstock.com 香港的股票就是用號碼來代表 例如001.hk就是長和 00002.hk就是中電 我們搜尋的時候可以用號碼來代表 又或者打回公司名字去搜尋 有很多基本資料和圖表可以看到 例如股價、升跌、成交、市值等等 我想你先留意這個 每手股數 港股買賣單位就是一手一手去計 即是說最少都要買一手 如果以中電做例子的話 一手就要76元再乘500 即是大概38000元一手 所以作為第一次買股票 資本不多的話 就要選一些入場費比較低的股票 我們選股票可以從基本分析 或者技術分析開始 但是我建議兩隻分析都不要用著 因為作為一個新手 不需要那麼複雜 我們先了解股票買賣的操作 更重要是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的風險取向 知道自己適合長線或短線投資 最重要是要知道自己是否適合買股票 因為有些人買了股票之後 會長時間看股價 即是大上或大落的時候 都非常影響到自己的心情和生活 那些類人可能股票就真的不適合去買了 所以新手第一隻股票 我會建議選自己熟悉的公司 因為買股票就等於做股東 是一起做生意的 你了解盤生意的運作 是絕對會有幫助的 例如你平日用開恆生銀行的 你可以考慮一下買11號恆生銀行 一手大概13200元 又例如你用開微信 你可以考慮一下買700騰訊 一手大約48500元 又或者不想選單獨公司 可以買200元 添付基金 添付基金就是包含所有行指成文股公司 一手大概12500元 這裏一定要提醒大家 你熟悉的公司不等於你經常聽到的公司 即是可能你會在電視上網 聽到某某公司最近升得很厲害 例如大家說 聽到小米最近升得很厲害 但你本身根本不了解公司 如果沒有用開小米產品的話 那就不要去買了 當年我買第一隻股票的時候 剛好就是這個科網股未爆的時候 我就跟買當時最起碼的科技股 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都應該猜到 如果你說真的想不到買哪一隻 我會提議你買3988中國銀行 不是因為我特別看好它 而是因為中國銀行本身是大公司之餘 但它一手只需要2910元 它的價格是相對穩定 和每年是有色牌的 要來做第一隻股票試試操作的話 所以這個價格的壓力是沒有那麼大 當大家都選好要買的股票 我這次就會用一通的介面做示範 在一通介面上選證券 下盤 我們用3988來做示範 左邊一拉就是買家Buyer出的價 右邊就是賣家Seller出的價 如果你不記得哪一邊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買入的話 永遠是比貴一點的價錢 如果你賣出的話 永遠是會買一個差一點的價錢 那你一定會記得兩個買賣差價的分別 如果我們買賣的話 可以有兩個下訂單的方法 最簡單 一個立即買入 就是market order 這個情況 你會拿回賣家的價錢 這個情況是29 或者291 然後再選數量 按買入 又或者我可以放一個限價盤 Limit Order 按買入 例如做示範 我放一個 兩個七毫半 一千股 有效期 今天 買入 它會再確認資料 單價是兩個七毫半 一千股 總共是2750元 佣金5元 收費5.71 有效期就是今天 一千股 額內に確認 好 已經收到交易盤了 好了 兩個七毫半 成不了 因為現在大家賣兩個九 如果你想 改價錢 就去 記錄交易 我剛才放了2.75元 你想調高的價格就在這裡改 調高到2.76元 更新 調到2.76元 這個當然做示範 我就不會調到成交為止 整個操作流程就是這樣 如果我自己去操作的話 我通常會看 本身這隻股票的成交會不會弱 它的買賣差價是否寬闊 如果像中國銀行那樣 它的買賣差價是相對比較窄的 成交比較多 你下市價也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買賣通常就比較多買一些 成交少 差價大 例如奇權 債券之類的話 我會喜歡 放一個 限價盤 然後再慢慢調上去 例如我看到隊伍在排2.88元 我放一個2.88元 如果那一陣可能成交不到的 可能再調2.89元 慢慢一線一線 一個一個價位調上去 如果取消的話 按X 已經取消了 大致上 落款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集暫時說到這裡 還沒訂閱朋友記得訂閱点鈴鈴鈴鈴鈴鈴鈴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